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白吗 你虽然自己很强 你很厉害 但是你没有办法 因为你熬不过自己的命运 明白吗 我婚姻又很好呢 你用不着讲的 好坏不是你说的 台长看得出来 很多人我看了 我全世界看了这么多年了 很多人我跟他讲 没有没有到最后全讲出来 没有 我们到现在婚姻都没有怎么问题呢 我就跟你讲一点 你跟我记住 你自己当心点就好了 如果你说你没有问题 你不要笑得这么尴尬就好了 听得懂吗 好嘞 我跟你说 台长不是今天第一天 我什么都看得出来的 我今天讲给你听 我也不认识你是谁 但是我讲给你听 你有着戒指 无着戒免 自己明白 以后应该怎么样 当心自己的感情运 好 明白了吗 明白 而且我告诉你 你因为我在讲多 我觉得你不大想愿意让大家知道 所以我也不会多讲 实际上你命 就是你的感情运一直 你一直有人喜欢的 就是在你跟他结婚之前 你有一个谈得非常好的 后来吹掉了 好了 所以我这话就讲到这里 你就自己知道就好了 现在我讲讲你身体吧 好吧 你的感情运不愿意讲 我就讲讲你身体 首先你跟我要记住两点 第一 你的腰很不好 好 对 第二 关节很不好 对 第三 眼睛肝痛 眼睛啊 肝痛 掉头发 经常掉头发 你要当心的 明白了吗 明白 还有 稍微 现在心脏还没有得病 但是心脏一直有心剂 就是有点啊 跳跳跳啊 心脏啊 有点胸闷气急 明白了吗 我心脏病要已经吃了一二十年了 看见吗 心脏病吃了一二十年了 对 我跟你们讲了 我跟你们讲了台长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所以我就讲给你听了 你这个人很劳碌 很劳累 明白吗 对 你因为前世是个男人 所以你很刚强 你很坚强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但是你很苦啊 明白了吗 明白 现在你不要再担心了 你好好念经 你不会再哭了 台长是跟你讲真话 因为你们 为什么我要到台湾来 我就是要把这么好的法门告诉你们 你知道有多少人解脱了 你问问看下面有多少人念了经之后好了 你赶快念 念了之后一定会好的 不但观世音菩萨保佑你 你记住 妈祖也会保佑你 好谢谢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自己 还有 你有一个孩子 明白吗 是讨在鬼 就是说经常让你担心啊 花你钱 让你很难过呀 放不下呀 对不对啊 讲啊 还好啦 你们大家都看得出来 他没有花五多钱啊 你要知道 这真是不起媳妇了 你要记住啊 凡是让爸爸妈妈挂在心上 放不下的都是讨在的 整天担心就是讨在 听得懂吗 你整天想为他活着一样 明白了吗 明白 好了 好了 那我媳妇要做什么工 你赶快给他念点姐姐奏 而且你的儿子让他娶媳妇的话 你给他每天念四十九遍 大吉祥天女神咒 都是观世音菩萨那个十小咒里边的 好吗 还有叫他多念心经 他会越来越好的 你不要担心了 你自己好好担心你的心脏了 因为你晚年走的时候是心脏病走的 好 我就跟你讲这一点 所以你其他地方都不一定很重要的保护 你最好的保护就是你的心脏 明白了吗 明白 好了 好谢谢 是哦,谢谢